近年来相当盛行单车活动 除了对环境是一种保护之外 也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是相当有益 因此台湾市在地的自行车业者 联合举办了2013单车加年华活动 让民众能一甩频率的繁忙 使自己的身心彻底放松一下 因为在台南地区很少有自行车的活动 那么由台南的五家自行车厂商 来共同赞助发起了这个轮廖台南的活动 那么我们的活动内容呢 就是主要有一个百K的自我挑战 是今天 那么明天呢还有一些比较 把自行车不同的玩法带给大家 中华两岸自行车交流协会理事长张寿生表示 此次活动主办单位准备了各项不同类型的单车玩法 让来参加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有机会参与 希望借此能让每个人重新发现自行车的乐趣 我们中间有设一些补给站 都是把台南的小吃放到这些补给站里面 让这些参加者呢可以体验这个台南的 这个小吃的特色的文化 本次活动除了多种单车玩法之外 主办单位也结合台南当地美食 让人参加的民众除了体验单车乐趣 也能异常台南的特色美食 未来也会在每年固定举办活动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记者黄玉伟 冯文琦 台南报导